请问大家 我们猛心自问 美国提供给乌克兰各式养 包含远程飞弹 包含要调整它的战术 美国是赚了还是赔了 大家心里非常明白 美国可以卖军火 这个账能不能收得回来 我告诉大家 这个账一定收得回来 为什么 因为乌克兰是最重要的粮食产地 那英国本身 有没有机会分一杯羹 当然也有了 所以英国现在也在卖很先进的武器 这个远程武器的打击的话 其中包含了最重要的意义 就是让战事扩大 乌克兰盟友 英国他们是要继续撑腰给军援 而美国则是要可能取消乌克兰 对俄罗斯本土作战时 使用远程武器的限制 卫报的Guardian就指出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他说愿意随时调整政策 来因应战情这份换 相信是他迄今为止 最强烈的已经暗示了 那这是不是代表白宫 即将来放行乌克兰的武器限制 宜老师你这边怎么解读 我觉得这个消息 说明了三项重点 其实大家要稍微注意一下 因为毕竟俄乌之间的冲突 打到了现在是两年半了 那么越来越激烈 越来越严重 所以说从三个部分来讲 首先的话 第一个时间上来讲 这个时间的节点当中 美国11月份要大选 然后大选的候选人 针对于俄乌之间的冲突 大家表面上说的事 要想办法赶快结束它 但是实际上要想结束这场战争 甚至要达到签和平协议 能够议和就已经不错了 不要说是和平了 这是非常困难的事情 然后这个在时间上来讲 有一种紧迫感 像英国的外交部长的话 跟美国的国务卿 他们基本上的话 都是可以感觉到这个时间的迫切 那对于他们来讲的话 就是牵扯到第二点 有关于空间的部分 这个空间的部分 请大家打开地图一看 这个距离乌克兰最远的 欧洲国家就是英国了 距离整个乌克兰 和俄罗斯最远的话 就是隔了个大西洋 就是美国了 所以你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 他们不管那边打得多乱的话 对他们来讲 实际上都没有真实的影响 但是如果俄乌之间的话 我们假设乌克兰打败了 然后呢乌克兰撑不下去了 乌克兰没有能力再撑下去的话 对于美国对英国其商无比 为什么 因为他们本身来讲的话 两者之间的结合 是构成了整个 所谓的西方世界中的核心成员 那么这个核心成员呢 把所有的资本就全部压在这边 就是说对于美国跟英国来讲 他们所做的事情 好像一个堵桌一样 如果你全部都说哈了 你就输不起 输不起的话呢 你也不能够掀桌子 掀桌子的话呢 也不会乱使用核弹 但是呢 就牵涉到第三方面 利益的问题 这个利益的问题 我要让大家稍微了解一下 请问大家 我们猛心自问 美国提供给乌克兰各式养 包含远程飞战 包含要调整它的战术 美国是赚了还是赔了 大家心里非常明白 美国可以卖军火 这个账能不能收得回来 我告诉大家 这个账一定收得回来 为什么 因为乌克兰是最重要的粮食产地 那英国本身 有没有机会分一杯羹 当然也有了 所以英国现在也在卖很先进的武器 这个远程武器的打击的话呢 其中包含了最重要的意义 就是让战事扩大 所以整体来讲呢 原来美国呢 一直想要摆脱这个拱火的这种背景 摆脱这种拱火的这种印象 但是现在的话呢 不装了 把脸拉下来了 其实呢 它装不装都一样 因为呢 对于俄罗斯来讲的话呢 那个从这个8月6号 他们进攻这个 这个他们这个 库尔斯克的这种作战的方式 真的惹脑了俄罗斯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俄罗斯基本上的话呢 就完全对于和平谈判 根本一点兴趣都没有 现在的话呢 就是要打到乌克兰认输为止 但是我觉得在 以英国跟美国提供的武器来讲的话呢 想要让乌克兰的话呢 轻易就擒啊 这个束手称臣 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可以预料 在这个预期这档战争 会延续一段时间 这个世界恐怕还要不平静很长 俄军推进很有效果 他们控制了乌冬的面积 是越来越大了 而在这个节骨眼上呢 俄军的下一个重要战略突破 可以有哪一些观察重点 我们首先请干哥 带观众朋友来了解 好 战争倒到现在933天 但是俄罗斯军队 现在有进展到一个 非常重要的战略要地 那个地方叫做赫罗纪夫卡 那是在哪里呢 那是在我们的红军村的东方 这个镇 俄军已经进入包围状态了 所以意思就是说 连日来他歼灭了乌克兰军队 大概已经有七八千人 在这个地方 乌东的乌克兰前线部队 似乎已经没有办法再增援他 所以占领了这个地方的话 剑指红军村 也就是波克罗夫斯克 那可能只剩下五公里了 这个地方现在已经成为 入秋之前最重要的一场战役 就要展开了 一旦拿下红军村的话 那乌克兰军的前线军队补给就会整个被截断 而且我要深入分析就是说 这个赫罗纪夫卡的南边有一条公路 叫做谢利多沃公路 已经被俄军切断了 也就是说你没有办法再把补给送进赫罗纪夫卡了 这是非常重要 所以俄军现在正在包围圈缩小之中 他派出了第51空降团机械化部队 也就是说他不仅仅是空降兵 而且他有轻型的装甲车也跟着上去了 所以现在还有一个最重要的问题 是什么问题你知道吗 因为我可以告诉你 我们现在在俄军跟乌军的东方 顿内斯克的前线 总共最近几个月以来 乌克兰士兵逃亡一万九千人 快两万人了 快两万人了 你知道怎么解决 把人抓回来之后 加以训诫 重新再让他们到前线去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没有训练有数的士兵 也就是说 这个还是由乌克兰的检察官 把这些人抓到的人 训诫一番送回去 请你们为国为重 你一定要再到前线去效力 因为我们已经没有训练有数的士兵了 还有你说这样就算了吗 乌冬现在没有办法征援 然后他们又发生了另外一个问题了 什么问题 他现在最主要的第九十三旅 乌克兰陆军第九十三旅 在乌冬前线 这个旅算是大的旅 对不对 他有六千到八千人 你知道他发生一件什么事情吗 他这个月的心想没有拿到 也就是说士兵没有收到他的薪水 对于士气的打击非常的重大 而且前几天大家都知道 俄罗斯一天晚上发射了六十四个无人机 跟五枚飞弹 你就整个晚上都听到 我们的阵地都被人家轰击 虽然造成的伤亡人数是有限的 但是每天的那个心理压力 越来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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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又拿不到心想 所以现在乌冬的前线 等到赫罗基夫卡 他一旦沦陷的话 那红军村就是下一个目标 而且近在咫尺 一旦拿下之后 冬季的作战就整个要改关了 因为马上下大雨 大家知道补给线就切断了 所以乌克兰现在非常的伤脑筋 现在这场战争当下前线的对抗 这乌军反克为主 推进到了俄国的境内 占领了库斯克地区 让这个普丁是大为的震怒 要求俄国部队要在10月1日前 夺回被乌军占领的国土 而且有不少的外媒都指出 乌军的大反攻 从多线逐步来进发 想来个三面包围 那首先请我们的立将军 带我们来看门道 解析这个俄乌目前的战况热点 首先我们先看一下这张图 这应该是在红军村的图 我们看出来离红军村已经很近了 如果说是 俄军将红军村夺下的话 然后向北边 他就可以跟哈尔科夫的俄军 做惠斯作战 所谓惠斯作战就是两个俄军部队 惠斯在一起 那大家可以想 可想而知 这时候夹在中间的乌军 可以说几乎很难再生存下去 那他如果说是继续往西推进来讲的话 乌克兰的部队也会变成腹背受敌 那这是红军村 现在大家都这个热点的一个关注的一个地方 就是红军村这几天有没有机会 这个乌克兰可以守得住 如果守不住的话 红军村后面是一大片广大的平原 这个红军村之前 乌克兰在那边构筑了大量的兼顾的据点 阵地 所以说俄军来讲攻击来讲非常的辛苦 但是打了两年 现在打到红军村之后 可是问题是红军村之后来讲 是广大的平原 乌克兰在这边就无险可守 但是我们现在 我特别来跟大家分析一下 这个普京下10月1号以前 要把这个乌克兰的部队赶出国境 有没有可能做得到 我觉得这是一场教科书籍的战役 这是什么教科书籍的战役 大家一看 我想就比较容易明白 这个是我今天早上最新的截图下来的 不是截图下来 参考这个西方的资料 大家看一下 这乌克兰的部队现在全部集中在这边 集中在这边 然后在这边 从这个浅红色到深红色的 就是这两天 这个乌克兰推进了总共 所谓10个村庄就是在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那北边来讲的话 是乌军来讲 这边继续往前面有推进的攻势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蓝色的镜头 这表示乌克兰还在这边进攻 好 这个我想说用这个图来讲 可能各位都是俄文 我用我自己把用中文来标示 有便于我们各位观众的了解 我们大家看一下 这就是标准的什么 标准的叫做反击作战 什么叫反击作战 反击作战有三个要点 第一个 这个阻止尖端 现在俄军来讲 在这边阻止尖端 大家看到 他在这边阻止尖端 这个乌克兰部队 可以说我们从刚刚出 他有前进 一两公里 就按照这个摄尔斯基说法 他说我前进了两公里 那天我们还有节目里面 在取消他两公里 那我跑步十五分钟就到了 就是这个两公里 阻止前端 代表他尖端已经被阻止住了 第二个是封锁底部 用什么东西封锁底部呢 用火炮 用飞机 因为我兵力到不了 我火力可以到得了 封锁底部 底部是在哪里 是在这边 就是国境这边 就是它的底部 就是它的底部 所以我们在这个节目上面 经常可以看到 这个俄军使用什么 苏凯34 或丢下这个FAB 重型的炸弹 或者使用温压弹 攻击后勤设施要干嘛 就是封锁底部 让你的后勤资源 断在这边进不来 让你的后续的资源部队 也进不来 这是两个 阻止尖端 封锁底部 火力封锁底部 然后阻力是干什么 阻力打击腰部 大家可不可以看到 这是为什么我说是 教科书级的一个反击作战 就是很明显从这边 它突然一下 各位看到 才两天的时间推进 我这种红色标示的区域 这个地方叫什么 科列 科列 列佐 这个地方 从这个城市开始 从这边发动攻势 很明显的 这叫什么 打击腰部 我认为这个 二军的攻击轴线 会从这边 一直指向 指向苏亚 大家看到 如果它指向苏亚 底部 它的援军到不了 北边来讲的话 又被阻止住 如果中部 从腰部这边 打击过来来讲的话 从腰部打击部队来 因为你后勤资源 补给线会被打断 那以往来讲 我举一个战子 跟大家讲说 从中部打击的压力 有多大 大家都应该都有印象 人川登陆 在韩战的时候 人川登陆 那时候北韩部队 几乎已经占领了 这个韩国半岛 几乎已经全新 最后都几乎占领了 这时候麦克阿瑟 在人川 大家可以查一下地图 人川从中间那边 腰部那边 给你在那边登陆 以后反击回去 那时候切断 北韩部队的补给线 所以北韩部队 他也很聪明 他认为那个时候来讲 我补给线如果收到威胁 彻翼收到威胁来讲的话 我第一个 要做的事情 是保存战力 所以他就不会练战 不会留在这个韩国南部 在那个地方 跟这个南韩的部队链 他立刻 在第一时间 他就主动撤离 撤离以后到压绿江那边 后来紧接着就是 这个大陆解放军 这个支援他们 然后再重新再打回来 打回38路线 所以说 大军作战里面 最怕是 也最重要的是 就是你要巩固你的侧翼 如果你的车银不能巩固好 你车银遭受到打击来讲的话 其实这个危险来讲 战况推得很快 我觉得普丁 他讲说10月以后 要夺回被乌克兰占领的地区 这个是可能性非常高的 当然距离现在 还有两个礼拜的时间 那如果说是 从腰部打击 打击你的腰部 底部又被封锁住来讲的话 我觉得可能性很高 但是我们现在 紧接着来看 国际的局势的很多的反应 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 其实泽伦斯基 也大概认清楚这个事实 那不管来讲的话 这个布林肯 跟这个英国的外长去访问 他们这时候在考虑 要不要开放远程武器 我想也是因应战场状况 因为你在战场状况 如果说是有利或者是不利 那当然会影响到 你国际上面 国际的一个决策 那我们也看到 说是这个泽伦斯基非常着急 我们也看到什么呢 包括这个乌克兰自己本身 有三分之一 包括副总理都辞职了 包括库列巴 也就是他的这个外交部长 也都辞职了 那当然就泽伦斯基讲法 说我这个时候是 为了改组 要重新这个发展攻势 或怎么样 可是就现实面来讲 我认为 应该是叫速导不尊善 大家都解散 所以我觉得二军来讲 现在这就是战场的状况 是如此 战场状况我觉得 这个乌克兰的部队来讲 现在可以用三个字来形容 就陷于极不利的状态 好 我们就看普丁一声令下 未来这关键的两周 这个乌克兰军队这边 会怎么来抵御俄罗斯这边的反扑 而 看到俄军在俄罗斯总统普丁下令 因为普丁已经说了 10月以前 10月1号之前 你就必须要收复库斯克 在下达这个指令之后 看到俄军的第51空降团 还有15515海军步兵旅 锁定了塞姆河南岸的要塞 这个地方叫做斯纳哥斯克 展开了一轮猛攻 但是在攻击的同时 也遭遇到乌军的精锐部队 猛烈的抵抗 美国智库战争研究所 就分析普丁的反攻计划 他们认为攻击重心之所以 会锁定在刚刚讲到这个地方 斯纳哥斯克 就是打算从西北向东南 切开在库斯克的乌军防线 而深入库斯克连接乌克兰本土的 补给线 我用这张图给大家来看 就会一目了然 现在你可以看到 就是从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其实就是斯纳哥斯克 现在就是从西北 整个往东南 要切断乌军的补给线 因为这个地方就是乌克兰了 所以把补给线一旦断掉之后 在俄罗斯境内的乌军 他们就没有办法再继续的战斗 这就是目前俄军的一个战略 好 那现在看到普丁打算不惜成本 而且下达了最后命令 就是10月1号前 你必须要把这个战果 让我看到 要切断这个库斯克 库斯克乌军的补给线 刘老师您觉得 普丁现在想的是说 是要把已经深入在俄境的 这些乌军要全数歼灭 他的想法是这样吗 他至少把他赶出去 他赶出去 因为你说这个乌克兰 他的整个角色现在变了 本来是被占领的 现在变成占领军了 他占领军 占领军那是普京来讲 你说不管是面子也好 或者说是战略上也好 他的内部的 因为他这个整个库斯克被打下来 被占了得多 俄罗斯内部的精英分子 就开始有点怀疑 开始怀疑我们的战略 到底对不对 所以普丁下了命令说 那么我一定要把你赶出去 普丁当然也说 他可以谈判 你看他在海森威的时候 讲说点名 中国也可以来调停 谁也可以来调停 很多国家可以来调停 我可以谈 但是条件就是 你乌克兰在我里面的时候 我当然不能谈了 我把乌军要赶出去 赶出去所以他就 所以我们看到最近的时间 是有点紧张 很紧张 第一个就是你刚刚看到的 这个俄罗斯的包围库斯克 想把它切成两半 对不对 然后第二 乌克兰和俄罗斯中间 打这个无人机战争越打越凶 不管到墨斯克这边 或打那边 无人机战争越打越凶 然后第三 你看到 这个布林肯又到了基辅去了 布林肯到了基辅 然后英国的外相拉米 也去了基辅 那另一方面 这个拜登跟英国首相 Stammer也在 在华盛顿在谈 说到底要不要让乌克兰 用西方提供的武器 对不对 所以你看 英国跟美国元首在谈 然后美国的国务卿 跟英国的外相 都到了基辅 然后普丁又讲了这个话 然后部队在加强 这全部就在这几天之内 也就是9月10号 11号 这几天12 你看12 13 就是这几天 这几天就表示 整个乌克兰的形势 必然在开始有变化 要开始有变化 那变化呢 很清楚的就是 他就想把你先赶出去 要赶出去 那能不能赶出去 那那个战争回来打得怎么样 你晓得这一次 普丁派的这个部队 他不是没有经验的 是有经验的 是消耗善战的 与先前的来说 不是随便 不是临时的抓 拉来的征兵的 不是 他是有经验的 这个准备是认真要打的 所以这个 整个发展的结果 就很值得我们关注 所以泽伦斯基 应该是下令 全力守住 而且全力守住 对 就是一边看到普丁说 你想办法 要给我攻回来 然后呢 泽伦斯基一边说 想办法 也要死守在这个地方 那现在普丁这边呢 不只是说 在战场上面 他已经下达了命令 说要展开 对乌军的全面报复 尤其是在库斯克 这个地方 而且其实先前 也看到普丁把 深入到库斯克的 这一群乌军部队呢 是视为是恐怖分子 因为他认为是 进行了恐怖攻击 所以说 除了展开报复 当然也要对于 支持乌克兰的西方国家 要展开报复 12号就听到 普丁表示说 西方国家 如果允许 乌克兰 用西方制造的 长城飞弹 来打击 俄罗斯的领土的话 等于就是 直接跟俄罗斯交战 而如果这样做的话呢 会改变冲突的 性质和范围 白话文就是 请美国跟北约 你们在决定之前 要开绿灯之前 想清楚 不然的话 你就是与我为敌 就是北约要参战的意思 那普丁 在9月11号也表示说呢 他现在 当然 刚刚讲说 要怎么样对西方国家 展开报复 在军事之前 先来经济 他考虑 针对 幼 泰 涅 这些重要的战略 金属原料 来实施出口限制 俄罗斯所生产的 浓缩油 占2023年 美国商业用核电厂 所使用燃料的27% 普丁还说 这个俄罗斯战略 原物料藏量 现在是在全球 是具领导地位 天然气占22% 金矿23% 钻石更高达了55% 所以他也要求 他们的总理 叫米苏斯金 要检视一下 俄罗斯向国际市场 所供应的商品 到底还有哪一些 我们可以拿来 用来反制西方的 好 罗斯 你觉得哪一种原物料 如果 普丁真的就是觉得 我就是要禁 他们会最对于 这个西方国家最致命 我认为是这个 所谓的浓缩油 就是enriched uranium 因为美国的核电厂 用的浓缩油 大概23%是来自于俄罗斯 所以战争开始之后 虽然我们常常听到 美国对俄罗斯 什么样的出口 进口闲置等等 但是美国还是会 进口俄罗斯的浓缩油 其实今年美国国会 有通过两党支持 共和党 民主党都支持 一个新的法律 而且总统已经签署了 就是从今天开始 禁止美国再进口 俄罗斯的浓缩油 但是企业界厂商 还是可以申请特别的许可 所以还是有一个 对 还是有一个办法 进口 但是过了四年 2028年就全面禁止 不能再进口 但是这四年之内 美国厂商还是会申请 一个许可 还是会进口 所以这个 另外也是显示一个 跟过去很大的变化 美国通过这个法律之后 就限制美国再次进口 这个俄罗斯的浓缩油 美国政府会投资 在美国这个国内的 浓缩油的连厂 这个厂商 会投资很大一笔钱 大概20亿美金了 所以我们看跟今天一样 美国政府愿意 投资战略性的这个企业 所以美国 虽然美国有这个打算 是进口俄罗斯的浓缩油 另外美国其实 目前国内的 这个替代的管道 其实还没有成熟 所以美国政府 必须要自己去投资 所以感觉上 现在美俄双方 是在叫板 就是如果今天 你如果开绿灯的话 我经济上先进你的浓缩油 对不对 你觉得哪一个 这个 所以美国如果真的 限制俄罗斯的 就要找一个替代方案 但是唯一的替代方案 是美国政府要自己 给很大的补助给厂商 就有这个方法 跟晶片一样 好 这个Russ觉得是浓缩油 那刘老师您觉得 这个多大伤害 还有就我想特别问您 就是说 对于美国跟西方国家 如果真的开绿灯 这个非同小可 是 一点不错 先讲一下浓缩油 那我觉得这当然 也是很危险的 因为事实上没有替代方案 要不然一种说法 就跟中国买了 跟中国大陆买一点 中国会卖吗 对啊 而且那个浓度不够了 但是现在重要问题 就是你刚刚讲的问题 普丁讲说 如果说你真的 开绿灯的话 那你真的达到 就等于宣战 如果是叫宣战 跟北约宣战的话 北约是 one for all for one 那就是 北约现在有32个国家 30个打一个 如果真的是 整个引用第五条的话 那就变成 大家都起来打 那这个变成大战了 对不对 所以这是 但是问题是 俄罗斯以前讲的 类似的这种恫吓的话 也讲过很多次 可能会用到合作武器 可能用什么什么东西 也用过 也讲很多次 但是你晓得 这个拜登 跟这个Stummer见面的时候 跟英国首相见面 拜登讲一句话 说我不受恫吓的 就是说你不威胁我 好好讲还可以 你要威胁我的话 那我今天收了 那不是我就很丢脸吗 所以到底普丁这个威胁 到底是对还是不对 那美国会有什么反应 但是昨天他们开会以后 并没有真的通过 让乌克兰去用 所以还是小心一点 包括军事上的较量 自从俄乌战争爆发以来 西方阵营也是从经济贸易面 不断对俄罗斯祭出了 制裁跟打压 那莫斯科当局 当然也是为有反制的手牌 就是要视情况打出来 那9月11号的时候 普丁就说了 如果有必要 他们要考虑针对包括了 钥 钥 还有钥 等战略金属的原料 出口实施限制 以此来牵制西方国家 包括之前我们也看到 俄国的这个铁杆兄弟 中国大陆 他也会这一招 那假如俄中一起联手来真的 对这些战略金属 做出口的限制 我相信对全球供应链 会造成多大的伤害 上次哥 普丁这次突然讲这样的话 我觉得真的是 有点威胁的意味 要知道在乌克兰战争之后呢 欧美国家虽然对俄罗斯 进行了普遍的制裁 但唯独对于这些战略金属 是完全没有制裁 为什么 因为刚刚提到的这个 右 钛 那右都知道 你知道这个放射性的 这是很重要的东西 那钛都知道钛金属 我们现在很多人骨头 牙齿都是钛金属 这个钛的用途是非常多 链更适了 这些都是俄罗斯 都是全球生产量出口第一的 那个链更适 因为链的影响性 包括全世界的不锈钢 包括现在锂电池 新能源都是 这三个都是非常普遍多的产业的 所以普遍这个话说出来 你要觉得他就好像 就三个金属 如果这三个金属当中 任何一个真正的 如果开始进行管制的话 相关的部分 包括期货 因为这些很多都有期货 它包括链的期货 因为我都有参与 所以这个部分的波动 会到吓死人 那我们来对照中国大陆 中国大陆从去年开始 2023年从8月份 最早对于加者 我们知道这个都是 半导体晶片有关的 这些战略的金属 在去年的12月 对于稀土石墨 那么也还是跟普遍的 都是跟半导体晶片科技有关的 这个都是现出口 包括到最近 那么在8月中旬的时候 现在宣布从这个月 9月15号开始 对于D 一个晶一个D 那这个部分D的作用是这样 包括很多夜市进 红外线的感光的部分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你看中国大陆从去年 也开始反制对于战略金属 而你看看中国大陆做的部分 都基本上是反制 美国高科技产业的需求 要知道美国对于中国大陆 高科技的部分的打压或制裁 基本上都知道 埃斯摩尔晶片的输出 都是在最下游的产品 或最下游的生产的 这个关键技术上 那在这里头 中国挨打了这么几年 所以中国从去年开始 就表达了一个 刚刚讲的所有的 8月12月的这些 全部都是半导体科技的 更原始材料 也就是说 供应链当中 美国断你的中间 中后断非常重要的后脚跟 包括埃斯摩尔 中国 难道就这样子挨打吗 所以它干脆从最源头的这些 这里头牵涉到有很多的 包括晶片很关键的 容易的 这都是半导体科技 需要用到的 所以你现在看到普丁很有意思 它真的有点一搭一合 普丁这边的虽然不是半导体科技 但是是更厉害的 全球的各种的医疗的 钢铁的 锂电池的关键产业 我特别对于链 因为链的部分生产 每次只要俄罗斯 因为俄罗斯是全是最大的生产商 俄罗斯只要每次宣布说 减产个一趴两趴 这个链价就在波动 影响性非常非常大 所以如果像刚刚经常讲的 中俄分别在大宗的战略金属 以及中国在半导体的科技的 这种战略金属当中 一起来做调控 我觉得美国再怎么说三道四说 对我们不会有影响 那个需要的加一点点 需要的低一点点 但长期以来当中 我相信影响还是直接冲击的 中俄三国的关系 有一些微妙的变化 因为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 预计在十月份 要前往俄罗斯的克山 来参加今年的金砖峰会 而在中俄领导人会面前 普丁在9月12号 是监见了大陆的外长王毅 赞赏中国大陆 对就是还有跟巴西 针对俄乌和谈 所达到提出的六点共识 表达赞赏 王毅则表示 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下 中俄将会加强战略协作 反对单边霸凌 抵制阵营来对抗 但最近也看到一件事情 就是乌克兰的前副外长查理 他就在香山论坛上面 他露出口风表示说 中乌关系正在改善中 而且也就是在十月 有望在十月要促成习则会 习近平主席要见乌克兰的总统 泽伦斯基 这样的外交铺牌 要怎么看出背后的玄机是什么呢 我想大家当我很清楚 显然在国际上 在调停俄乌冲突的角色上 那大家都觉得说 很多国家都努力 但是很多国家也都很无力 那在无力当中 大家认为说 还是比较有稍微相较有影响力的 那中国当然是主要嘛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 在这个过程当中 当什么 当我们看到拜登宣布一退选 那当然泽伦斯基就会非常紧张 那非常紧张 他也立刻派遣 他的外长也到中国来进行访问吧 那从这个角度来看 我们大概有几个可以看 首先第一个来讲的话 中俄关系现在是处在一个 相对于友好的 整个全面性的战略合作的 这样一个秘业区 中俄的关系 那第二个来讲的话 显然俄罗斯对于中国跟巴西 在五月份他所提出的 有关于乌克兰跟俄罗斯 这个问题的和平解决的六点共识 那现在初步来看 那当然俄罗斯对这样一个共识 是表示一个肯定跟正面看法的 可是你如果仔细看的话 那就在所谓的9月11号的时候 那泽伦斯基在接受 巴西媒体的专访当中 他认为说这六点建议来讲 六点共识 其实他还是有破坏性的 因为当初来讲没有纳入所谓的 包括乌克兰的意见跟看法 所以从这个角度当中 大家当然就会看 而泽伦斯基一旦如果跟习近平会晤 不可能双方在这个问题上 没有任何的看法而见面 那他会晤只有两种情况 一种是所谓双边的会晤 那另外一种方式就是说 那泽伦斯基他们也准备要准备 最半在11月份来准备要举办第二次的第二届的这样一个 乌克兰的这样一个所谓和平和平高峰论坛 那上一次来讲俄罗斯是没有参加 那中国大陆也没有参加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我相信随着美国总统大选的脚步的逼近 那美国总统大选结果结束之后 不管选取的结果如何 那有关于恶物的问题 我相信现在应该算是 可能是黎明浅的最后的黑暗 大家都是用以战希望能够逼合 以战能够逼想 能够为谈判争取更好的筹码 老师您觉得在习则会 如果真的十月渴望促成的话 我觉得不太容易 就算见面不太容易 这种恶物的问题 大概很难一下之间会有结果 除非您刚刚提到的是 泽伦斯在他们会面之前 先针对六点公事 可能凝聚了也许接受 但是这个可能 我觉得机会为无机会吧 看他们的 好 我们等一下还有第二小时 马上回来 无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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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都在等着美国选后 美国现在跟欧盟 就有点像帮乌克兰装那个叶克蒙 及时国他又 medications 自己又有点像師 一个月